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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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季冠軍出爐之後 比賽的焦點 都集中在個人獎項 其中 LAMIGO桃園王伯榮 說用都安打王和打擊王之外 更在今年球季 締造了一項史無前例的光榮紀錄 這一棒中外野方向相當的深遠 這個球上去囉 王伯榮 今年球季的第200安 用一發陽春全雷打 向這一項紀錄扣關 10月10號國興日 二年級生王伯榮 以石破天津的全雷打 締造本季第200安 本季大棒異彩的伯榮大王 只花了116場 就以每一場平均 1.72隻的安打產量 達成這樣了不起的成就 尤其更值得一提的是 他不只200安 是用全雷打完成 就連打破聯盟單器最多安打 以及締造單器倒壘 全雷打雙20的榮耀時刻 也都是用全雷打寫記錄 球渡現在是1號球3塊球 這個球王伯榮出棒 打到是在左外野方向的飛球 See you later 兩分跑出後輪 而王伯榮也寫下了 中華直棒的一個新紀錄 這一支的全雷打 是他在今年球季 個人第177支的安打 這一棒又外野方向 這個球不用看了 這個球出去囉 王伯榮本季的第20轟 這也是他生涯的第200安打陣了 也達成了聯盟最快的紀錄 王伯榮今年真是非常不可思議 這一發轟出去之後 他也同時成為了20轟20道的男人 達成光榮的200安之後 球團安排賽後 由台灣巨砲陳金鋒頒獎 從前一個時代的巨人 手中接下榮耀 王伯榮也然已經是台灣棒彈 新一代的驕傲 年僅23歲的他 已經締造多項中華直棒的新紀錄 未來他不管是出國 還是繼續留在中址打拼 肯定都是球迷關注的焦點 異大犀牛加油 異大犀牛加油 總冠軍 加油 異大加油 異大加油 異大犀牛總冠軍 10月5號 異大領先8分 慘遭逆轉 提前登上季冠軍的美夢破碎 想要自立豐王 必要靠老天幫忙 幸好兄弟面對桃園 練英兩場 保住慈光軍團拋彩帶的機會 10月8號 異大對上LAMIGO 新搖軍 絕不想再與季冠軍擦身不握 這個球又是安打的 上這一刀的武器 還是相當老練的 把三壘上的跑車送回來 今天他個人的第三支安打 這個球穿越了 這球也相當的振奮 三壘的回籃二壘的跑車 繞過三壘這個球 轉傳過來也來不及了 這時候真的是 五上一刀又一刀 為了避免重蹈覆撤 葉總在最後關頭 緊急推出畢猛關門 幸好 黃天不負苦心人 自2013年上半季之後 義大再度取得總冠軍賽拿票 這個球打高了 在右半邊一壘手 跑到界外去 有沒有機會接到呢 最後 劍殺出局 就在義大犀牛隊的休息室前面 有壘了壘手 並且把這一個勝利的高杯球 借進了手套當中 恭喜義大犀牛 也是義大犀牛 接手之後呢 球隊的第二個季冠軍 很爽 這位子第一次有這種感受 我太爽了 非常爽 真的 這是我國內 這是我國內外第一次拿到 打進季後賽的感覺 真的很爽 希望呢 我們在總冠軍的時候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拿出正好成績給球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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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一個字而已 爽一個字而已 對啊 就是 我們終於做到了 我們贏了 這只是第一步而已 這只是第一步而已 接下來我們要邁向轉冠軍 接下來我們要邁向轉冠軍 謝謝強哥好 謝謝 很感謝我們的教練團跟隊友 感謝他們一直以來的努力 讓我有這個機會 然後當隊長 然後帶領這個球隊然後冠軍這樣 對 那 接下來我們比賽 比賽還可以結束 然後就是希望未來 未來繼續努力 然後總冠軍賽也繼續加油這樣 開心就是因為我們拿下瘋王 感動的是 就是感謝葉總給我的機會 能夠在場上 跟學長一起打拚 然後甚至到今天的 能拿下瘋王 這個感覺非常地好 噴啤酒噴香檳的感覺 真的是跟隊友一起努力打拚的感覺 很幸福 這個下半季瘋王戰的時候 可以恰恰兩千塊這樣子 然後又贏得勝敵 對 其實這對我意義滿大 因為畢竟禁止棒了已經第七年了 今年覺得好像有受到肯定的感覺 對 成軍四年以來 一大又過無限風光 也歷經慘淡低潮 今年甚至不得已還走向轉賣之路 在種種的逆境之下 差點就連自立瘋王的機會 也從手邊溜走 幸好 最後好事多磨 才讓球隊在一組前 重溫噴灑香檳的喜悅 前一場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然後就是 還沒有到最後一個出局數不能放棄 所以他們沒有放棄 可是就是讓我們多一個經驗這樣子 還是一樣 因為我們始終相信 這個冠軍一定是我們的 雖然 雖然來得晚一點 但是是我們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 我們氣氛都一直都很好 只是在台中的時候 我們真的有點可惜 就是稍微失守了 然後今天就是想要 萬萬全把這場拿下來 迎接這場勝利 然後好好準備我們總冠軍 終於 我從2013年那天加入之後 上班級得到自己冠軍之後 終於 等了好久都有自己冠軍 可以進 就是總冠軍賽了 好激動 第一次在場上這樣子拋彩蛋 然後被噴啤酒 還有橡皮還有水 就是覺得大家是一家親的感覺 真的很感動 等了三年半 終於等到今天了 耶 超開心的 剛剛超緊張 因為可能 怕不知道那個彩蛋怎麼跑 在那邊很想要練習一下 這四年 然後第一次就是 清零現場的感覺 真的是非常的好 然後 然後 雖然就是 可能 最近打完 就 一直到結束 但是我覺得這個結束 一個新的開始 很開心 也很捨不得 因為 就是 離我們要離開這個球團的時間 剩下沒有多少 所以 其實也蠻幸運的 就是我進入球團才兩年的時間 對 就是很開心 就遇到總冠軍 雖然是最後年 當然開心可以 就是得到七冠軍 那我們會朝總冠軍前進 加油 韓特的等待 才顯得果實如此甜美 可為三年 再次闖進冠軍賽的 新牛球員 不只要為自己爭一口氣 更想要為老東家閃耀一次 雙雄爭霸 究竟誰勝誰負 最後的結局 就看10月22號開打的 台灣大賽 來 以我的評估應該是 虎尾高中的贏面比較大 虎尾高中 小心一點